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一下第二句 最终怎么样呢 粗粗的非常大力的这个雨滴呢 非常猛烈的下降了 就开始下这个大雨了啊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跟刚才的意思也是有一样的意思 表示最终的意思 什么什么什么 这样的搭配呢是经常常见的 我们再看一下第九个单词 打赏呢在我们的书面文里面经常出现表示多少 多少有点冷啊 多少有点什么什么这样的意思 那么跟我们的汉字的意思是一样的 打赏啊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那么不问这个额数啊 这个金额的多少呢 我是不会去问的 我们都会接受大家的这个捐款 那么给付金是捐款的金额啊 不会问多少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例句 気分に多数换じた 换じ表示变好了 那么心情呢 大多呢变好了 这个意思啊 多少呢有点好了 那么第三句话呢 一分以来呢 那么在这个事情当中呢 너에게도多数에 책임이 있다 那么对于你来说呢 多少是有一点责任的啊 책임이 있다 那你有多少是要负一些责任的 这样的意思 嗯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第九个副词 他说表示多少的意思 我们看一下第十个单词 可造啊 可造 这个都这个意思呢 在我们这里面有很多啊 经常活用的一个副词 那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意思表示呢 还是啊 那么我们来读一遍吧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呢 最近过得怎么样呢 可造 我们讲说啊 就那样吧 一般般吧 这样的意思啊 可造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用法了 那么第二个用法呢 表示随便啊 可造 出现的 放我一马吧 嗯 那么第三句话呢 能 可造 常满餐 能 啊 啊 可造 表示呢 一种感叹的 原来呢 你呢 就只是睡觉而已呀 所以呢 这个可造 表示呢 只光 光是什么什么 就 啊 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呢 它在我们口语当中呢 是运用很广泛的一个副词 嗯 那么今天的我们十个副词 就讲到这里了 여러분 다음 시간에 만나요